我孙子9月份生日我给他一碗 过春节又给他一碗 一转眼就要过年了 上海的老年人过年的时候会收到或发红包吗 今天刚好碰到几位亚索阿姨 他们说出了上海人包红包不同人的选择 其中有每年会给孙子发2万红包的亚索 他说出了原由 并且分析了上海发红包跟广东地区的差异 亚索阿姨你们好 能简单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像过年的时候你们儿女给你们包红包吗 所以我们给小贝包 给孙子 给孙子包 那一般的话您给孙子包多少呢 根据自己的能力 2000左右 2000左右 就像咱上海人啊 一般性的话过年的话给孙子包多少 有时候呢一般来说呢 就是6、8 或者就是8 因为66大圣嘛 6000 6000 6000嘛就是一个好口诚 6、8 6千、8千 好口诚 嗯 最主要是图积力 这个图积力一般性都是2000 我因为都是图积力 我基本上那个2,000 普遍都是2,000多一点 2,000 根据家的经济情况 6,8千的很少很少 6,8千的就是好口诚 我听这位言说应该是应该是报6,8千啊 对 哦 那您报的挺多的 他条件好呀 你不要看他老头早 条件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我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就是这个口才 激励的口才 过年过去嘛 为什么 呃 大家碰到以后 为什么说激励话呢 就是这个 那您是年年都报吗 年年 有 这也是要有实力作为支撑才行 那就是没有实力也是牙缝里面省出来也OK 一般最少1,000块 一样的 最少1,000块 一般来说 哦 到个别你说800可以 一般来说1,000 那您报多少 我啊 嗯 我给我生日报多了 我因为生日小 我也给他1万 每年给他 他生日我给他1万 春节我一年给他2万 我生日9月份生日我给他1万 我春节又给他1万 那您这个算上海都给的多的了 哎 这不给的多的 这过年情况不一样 我的小孩 不过生日 没有生日 嗯 你要达到我的标准 过生日 达不到标准 那雅说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每年 给2万 我给他的目的 给我媳妇看的 我儿子无所谓的 因为我的钱 我一个儿子 我的钱就是他钱 我走了都是他的钱 给媳妇不好看的 媳妇因为总的 对吧 客气的给他们 就是给到孙辈 其实就是媳妇保管起来了 我生日小了 他也不懂 嗯 他主要他 我媳妇保管的 我活多少年 将来还不是他们的 我都80出头了 你说我还还还 对 把钱分出去 先分出去 反正早点玩的都是他的 像现在过年的话 像您的孩子会给您压岁钱吗 我的孩子现在 一般不该 我也不要他 我也要他 我自己钱够用就算了 因为甚至小嘛 我就给他 看上去洗 洗清一点嘛 隔背也清 嗯 嗯 西部也高兴一点 像您上海周边 您了解下来 就是每年过年 基本上老人都要会给这个森背 一般都给 都给 嗯 一般打给 一般的最少打给一千嘛 当然有的 有的给五百八百也有 这东西 说一个根据你这个习惯 你比方以前改 改惯了就是 一个根据你家里经济情况 对 您觉得这个传统这个习俗啊 是好的吗 这个无所谓好不好 因为我有个亲戚 广东的 他们给的很少 他们就是象征性给的 我知道 因为他们的风俗习惯是给的很少的 这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上海一般的里呢是比较重的 相对的比较重 广东呢 我知道我亲戚呢 他们给的很轻点的 我看到有的几块钱 他这个意思意思 他们这个风俗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看一些一般 过年过去给的 是相对的比较重 一般你起码一切嘛 你少了好像给不出手啊 好像广东那边好像就讨个口彩一样 对 广东那边有的时候给 有一次我亲戚我给他几块钱也有 他当地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广东人到我们上海来好像给的 他们出手比较少 也不是说说他们抠 他们这个习惯就是 无所谓好坏 两地的风俗不一样 风俗习惯不一样